大家好,欢迎来到Leo与姬哥的新栏目 我们会对大家日常见到的手机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也会对手机的一些周边资讯产品进行介绍 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期大家提出的手机问题 问题一,iPhone照片删除了可以恢复吗? 如果最近删除,里面的也删除了,怎么办? 如果开启了iCloud照片同步,可以登陆iCloud查找 另外,经常备份手机数据的话 通过iTunes恢复之前的备份,也能查找到被户删的照片 当然,老司机Leo还有更强的一招方法 安卓手机容量足够大的同学可以使用这个软件Dampster回收站 可以将被删除的文件和应用保存起来 所以缺点很明显,就是比较占手机空间 所以最好是养成手机备份资料的习惯 或者定期备份到电脑中 这样即使误删了照片,也可以快速恢复之前的备份 问题二,为什么微信更新之后群收款没有了? 其实微信的群收款功能不是没有了,而是换了地方 打开钱包,收付款就能找到群收款功能 问题三,删掉系统自带的几个软件对手机有没有影响? iPhone里面所有能删除的应用 删除后对设备本身都没有影响的,可以放心删除 如果以后还想继续使用该应用 直接在App Store中重新搜索下载就好 问题四,充电线被虫娃摇坏了 手机还在保修内离去直映店免费更换吗? 社会顾客,作为一名负责任的五彩毒一流 并且爱好小动物的客服 我只能静止静止地告诉你,不可以 任何配套物品只要是人为的损坏即使在保修期之内都不可以更换 什么,凶爽不适人,宠物也不可以 什么,平时根本不宠他,所以不能算宠物 不可以,因为老梁不想给你换 有什么想说的吗? 大家有什么手机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里留言 我们会选一些在下期节目回答 也可以点击下方的小程序查看 里面有手机技巧,问题解答 还有好玩的微信技巧和手机App 这期节目先到这里,拜拜